大家好我是魔术飞哥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眼镜 OK接下来这个魔术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把眼镜呢 戴在眼镜上面拿下来没有问题 注意自己看 接下来呢眼镜放这边 自己看慢慢的 没有任何东西 321瞬间眼镜漂浮起来 翻了过去 非常非常之神奇的一个魔术 究竟眼镜是如何在手上能够这样 翻转下来的呢 诶我们接下来呢 一起看一下眼镜漂浮翻转过来 究竟怎么做的 边这个魔术呢 我们首先需要用到一个眼镜啊 是道具 也可以弯观众界 完全完全非常非常随机 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手上需要用到一个 看到了吗 非常非常的细的一个线 这个线呢被称为弹力引线 我们可以看到啊 非常非常细啊 在镜头底下也非常非常难看到 那这时候呢 只要我们把这个线套在这个手上 看到了吗 套在这个手上 可以把这个线呢 眼镜完全悬浮起来 那观众呢 肯定是看不到 把观众的眼镜借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顺势把这样套在手上 然后呢往上这样 往上一拉 这样就瞬间翻过来了 非常非常之神奇的一个魔术 喜欢的朋友记得把魔术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学到魔术飞龙的魔术哦